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好好地去做 后续 后续你还要继续 不然这一阵踏着要继续 我们不能就许愿到一个完成功 我来救小孩 小孩救有了 你就放它去了 你要替自己的子女做终身上的一个做福报 而且要教她说以后你要做福报 有的人 陛夫跟她说我这四人只要有孩子我看着我也感恩 真的让你看着感恩 我10月20月再见就再赌两遍 为什么你没有做功德我会向给他 你本来研究很薄 研究很薄 我相信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义工 做捐管 做什么事情 你这是一辈子去做 你会越做越有趣 我 我们自己拖那儿就算说 当时生小孩生的两个都非常辛苦 现在都已经快要结婚了 我跟他讲说 你这些拍戏 你最好 你这些屁股摇一下就有了 结果你都生不出来 就那时候捐款 每年一直捐 捐到现在二三十岁 都非常平准 家庭都非常好 跟他儿女子女的关系都一样 我不是说人一定要这样做 我说你如果有机会去做义工 洗个宴 到学校去帮忙也好 人家在做什么慈善事业 家里也好 没有那么多人在 很多人在做义工 很多人在做社会服务 很多人在做监管 监管之后 就是希望社会能够继续着重大 在基督教当中 你的收入本是10要做 做监管 捐献 所以你看 他向全世界发展得这么好 还有说我们自己 年纪大家也是一样 越来越大了 当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说 最近有了哪里在家哪里 以前都有效 现在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眼睛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师傅问说 这什么原因 他说你 你又一段没做 我说一段没做 监寿坛 监寿坛 你说3月26号 监寿坛 你就从头 参加大会参加了 就是八天 你都没走 好啊 我就在那边 担饭店 我就在那 就每天参加 参加了 之后呢 我请示王谭老子说 这样是不是 完成了 是完成了啦 但是还有一半还没有 接下来继续呢 他说你要去求一王大帝 你要原作要求一王大帝 偶尔去 也是去 1300万一王大帝 一王大帝有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 他说你要洗个月 我才会给你 我才会给你满下来 让你满成八十多年 你要做什么 就是像我们 企业上的精神一样 怎么说 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说 就是说 照着你发的愿意 你自己 我就做得够的事 我們能達到的事情 去做做到老 做到哪一間已經閉了就好 所以這樣 下期之後 身體健康 雖然說他沒說好事啦 但是我也覺得很晚 每天就很快樂 每天固定 這樣 有半年喔 忘掉了 都沒有去做 我們的第六感 政府介紹說 我好像最近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說 我們先去疫情以外 要懂得跟神的一個溝通 懂得跟萬物 就是萬靈萬物這些溝通 這一定要學 我有實在那個人的念經佛教 已經念四十幾年了 我說 你看過我做嗎 他說 我不願耶 你怎麼不跟佛祖要求說 我說 你以後如果百萬人要怎麼 他說阿彌陀佛會來幫我帶 他說阿彌陀佛你沒了 他說我沒看過 我說你要要求 你要送經一下就是說 當你想要見他的時候 你的心靈要發出說 希望阿彌陀佛你給我看 希望管理佛祖讓 現前讓我看 一次沒有 兩次沒有 三次沒有 十次沒有 一年沒有 兩年沒有 三年沒有 十年你一定會有 不可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靈感 第六感 就是說你如何跟女神溝通 有人真的一樣 也很可能 兩間四十幾 通通不懂得女神溝通 我以前我們到教學幾乎還會說 你都不可以 阿彌陀佛 你不夠了 我不可以不可以 你說 阿彌陀佛 你說 阿彌陀佛 一段我本土痛 跟師父講 師父阿 我本土痛 他說 你回去都念佛 都送經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有效 不見得喔 因為有的是我們的祖先 有的是我們的燕姓在祖過來 他要一些東西 我們還是要給他啦 你說你都不可以給他 我講的是後戲 當你求道的時候 你後戲你還是要繼續做下去喔 不能這樣就是結束了 阿彌陀佛 畢業生一樣 你學了碩士之後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我就促輸 我就拿了報告 我就跟這裡結束了 沒有啦 這時候要去做 做到你眼睛閉下來 做有益社會的事情 這有利於國家的事情 沒有的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聽著人跟你在祖父 有這麼好的環境 讓你受到這樣的交易 你不服務社會 誰服務社會 所以成就越高 服務就越大 你越大 越來越大 就很大 就像師父一樣 一直下完之後 一直做 沒完沒了 就一直給他做 他也做得很高興 我們看到師父來 每次笑嘻嘻也很高興 感謝 感謝師父 感謝各位 阿彌陀佛 路路師就跟各位說這麼多 祝大家這個共同辦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師父 師母 校長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們畢業生 恭喜大家 在幾年來 我一直都看到很多的研究生 為了寫這個論文 那麼很用心的 那麼在那邊努力 我都看在眼裡 讓我覺得說 想起我當時在修碩士的時候 的那一種情況 內心是充滿了喜悅 雖然辛苦 但是因為我們要寫出來 一定要把精華拉出來 那個時候的內心 真的是非常的喜悅 那麼大家快要離開學校 那麼我就用我們學校的景觀 來為大家做說明 可能有些同修 有些同學呢 不知道我們設計的 這個主要的用意 那麼我們現在 這個是我們的 益京大學的全景 天心柱是最前面 它的高呢 46米 第一個部分就是天心池 天心池 那麼再想一個 那麼我們這個天心池呢 師父常常說空中妙有 這個天心池第一個是展現出 我們的一個奇蹟 我們這個天心池 有一天師父告訴我說 這個地方趕快要挖一個水池 我說很急嗎 他說一定要馬上 結果我就馬上挖 我說那怎麼挖 他說要挖 從這個我們這個地球 一直延伸過去的那個 南天門的我們的中紀 過去老祖的滑姬 再過去我們九龍壁的這個 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中紀 一直上去到八卦聖城 再到我們的那個世界和平中 這一條中軸線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穴位 師父說這個大地裏呢 這個大地裏呢 穴位在這邊很多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球體 拉一條線過去呢 這個水池的正中心下去 就是要挖八米 我說哇我沒有挖過那麼深的水池啊 結果師父在師父指導之下呢 那個八米的水池挖好以後呢 剛好是跟我好幾年幾年前 跟師父到日本富士山 去看的那個富士山的場景 是完全一樣的 那個水池的底 水池底是完全跟他的火山口是一樣 那師父就告訴我說 你要趕快喔 在什麼時候以前一定要完工 那個時候真的是緊張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師父告訴我說 我幾年前就跟師父到日本 金閣寺的這個不動明王那邊 那麼不動明王跟師父說 你還要來日本一趟 他要告訴師父一些這個契機 結果師父後來又去了 去的時候呢 他告訴師父說 日本的富士山將要爆發 可能人口會損失一半 周邊的地區 台灣也會受波及 所以師父就很緊張的回來 他說要我做 做的工作我也不知道用意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結果師父就警示了這個我們的老祖 老祖就跟他說 照我剛剛說的 要挖一個水池 升八米 我們就開始挖了 在挖快要達到八米的時候 師父就很緊張的跟我說 慢一點慢一點慢一點 那個下去有一個穴 有一個穴位 那麼那些石頭呢 你把它留一點起來 我們挖到八米的時候 那個石頭呢 就好像每一個石頭就好像 火去燒過的 那個石頭一樣 我們就把它拿來一大袋起來 然後呢 就趕快把鋼筋啊 打混凝土來 就趕快把水泥做出來 把這個水泥呢 打下去 那麼在於這個同時呢 師父也發動我們的 師兄 師姐 大家誦金 超過百萬部 然後呢 在師父指定的那一個時候 那麼我們在 天心寺的這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靈文 是師父把它寫下來的 就在那一邊 我們磕了一個石頭 那麼放在最深的八米的地方 然後呢 師父在那一天呢 叫我們趕快放水 水放下去的第二天 奇蹟出來了 我們在挖的時候的 一兩個禮拜呢 我們的花蓮的那個地面 一直在裂開裂開裂開 都冒煙 那富士山更不用說 富士山的那個火山口 是一直冒煙 冒得很多 大家都很緊張 水放下去的第二天 花蓮的那一些小地震火 那些火呢 全部都沒有了 富士山呢 也停下來了 所以在這一個時候呢 我們發現的就是 給我們大家一個奇蹟啊 原來這一個水池能夠 把這一個火 那麼嚴重可要爆發的那個火山呢 把它全部都壓制下來 在這邊呢 這個是一個地球 從我們的穴位這個地方 開始往天空 拉一條直線 100公尺 然後在50公尺的地方呢 我們再做一個垂直線 這個垂直線呢 就跟我們的這個天心齒呢 剛好相接 那麼畫一個 用50公尺畫一個圓 那麼剛好是相切 跟個相切 這個呢 再開始都我們都不知道 師父說你看 這個叫我拉那一條 我們現在有一截是浮行的 那個就是這個地球圓圈的一小段 你看多妙啊 師父設這個天心柱的時候呢 也沒有說要測量這個距離 我們就這樣子 這邊做好以後呢 開挖這個水池 師父就是說在中軸線 我們就照挖 結果就有這一個 地球跟我們的天心柱就相切 那是代表什麼 我們維新聖教 跟我們整個地球呢 是息息相關 可以為地球帶來很多的利益 好 我們再看第二個 那麼我們在這個畫面上面 我們看到南天門 南天門呢 在我們天德經裡面 告訴我們 它是生命之門 來從南天去南天 所以師父告訴我 他說他到天上去看的這一個南天門 台灣這個南天門 就是完全跟天上的完全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個 設施用什麼 藍圖是用什麼 用天德經 所以 來我們再看後面 這個是三十三天王的廣場 那麼三十三天王 有一些比較用心的來賓 或者是我們的同修呢 問我 怎麼算的是三十二尊呢 哪有第三十三尊 你說三十三天王嘛 怎麼都是三十二尊 那麼我們呢 究竟第三十三天王 在哪裡 老祖長的是天地盤啊 老祖用現代的話語 就是老祖是提供的CEO 就在這邊 道駕慈航 我們一直都在說中華文化道童 最能代表的圖騰就是龍 那麼這一個龍的九龍壁呢 它在每一個時間裡面都有不一樣的表現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凹凸的一個雕刻 那麼突出來 凹下去 在光線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種立體的感覺 那麼每一分鐘陽光的變化 那麼這個九龍壁呢 就不一樣的表現 很多人都會說九龍壁 在那邊找出九條龍 其實那個九是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最高級最高的表現 九龍就表示最高的一種表現 那個是數字的表現而已 而不是說有九條龍 那麼我認為這個九龍壁呢 用師父莫寶我們把它雕成這個浮雕 最可以代表我們維新聖教益金大學的 這一個校園裡面最有看頭最有價值的一個藝術品 就在這個地方 上面呢這個就是八卦聖神 那麼師父也打算就是把它蓋起來 來我們再下一個 這個就是空中鳥看下來呢一個八卦 那麼這個八卦聖神呢 就是我們說人來從南天去南天 要回到南天去 那麼要回到南天呢 有時候呢不具足的條件 所以我們呢可以到 到先到我們的八卦聖神來 沉澱來再修行 然後呢再往西方極樂世界過去 這個是我們的中門的一個 為很多沒有辦法再到西天的 這一些靈魂呢 準備了這一個很好的空間 就是八卦聖神 這個是世界和平中 世界和平中的底下呢 也有一個穴 而我在做這個八卦聖神的時候呢 師父有 他就告訴我說 欸你要不要看穴 我說好啊當然好 他說你用工具 很淺 你不能夠挖太深 淺淺把它剝開 他說剝開以後 裡面有八個石頭 然後呢 然後呢旁邊有兩個 一共有十個石頭 那麼那個穴不大 不是很大 那麼石頭呢 我就說真的還是假 把它剝開 他說好 你剝開好了 看到石頭 他就說你算一下 欸真的是八個石頭 旁邊有兩個腐心 就是兩個 比較大一點點的石頭 就是十個 他說這個石頭呢 看到好 給我蓋起來 我就把它再蓋起來 然後這邊就放了一口棕 世界和平中 所以我們到維新聖教 易經大學來的時候呢 最好就是從天津寺 一直往上來 然後呢 敲個世界和平 到最後 我們的 維新聖教的 這個最終目標 就是世界和平 這個石頭呢 七十噸 是我 擺飾的石頭裡面是最大的一顆 我以前曾經擺過一個五十噸的 那這一個是七十噸 那麼 這邊有一個 遠遠的石頭 在這邊 我問 請問師父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自己去悟 然後我自己就想 他也不告訴我 石頭大部分都是 不是圓形的 那麼這個圓呢 是要 經過風 水 太陽 一直在千錘百電以後呢 才慢慢才變圓 這個就是 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要經過千錘百電以後呢 就會變成 這一個很圓滑的一個 石頭 這個是最 最 重要的 就是 一定要讓自己變成很圓滑 而不是奸詐 來 好 校長一直說 終身學習 你看 這一個雕像 它背的是木頭 木材 手上拿的是書 雖然在工作 我還是不忘學習 這個就是我們 在庭園裡面 把它放下來 這個終身學習的這個標誌 好 這一個 是我們 維新聖教義經大學的寶貝 這個是 原產在台東的一棵 蘇鐵 鐵樹 這棵鐵樹呢 四米半 那麼高 很漂亮 在我們的宿舍的旁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現在呢 這一種鐵樹是不準 去開採的 在台東那一邊 有原生地 還有一大群 但是拿不出來 現在國家都全部控制住了 這個是有一位 中心道場的一位師兄 獻給我們的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來 這一棵樹呢 給大家一個企劃 這一個位置 本來 有一棵 另外一棵的加東 這個是加東樹 本來是另外一棵 是 苗栗的一位師兄呢 他很熱忱地跑來跟我說 我要送給我們學院一棵樹 結果 我就去挖了 挖了以後 我們也把他的 原來的這個地方 把他整理的 回復原狀 我這個師兄呢 過幾天就跑來 很生氣地告訴我說 他裡面的那些 毀壞的那個道路 什麼的 全部要幫他修好 那個都是舊的 舊的弄壞的 我說好好好 我幫你修 第二次又去把他修好了 第三次又來 又說這樣還不滿意 我第二次去修的時候 就問那個主人 他的叔叔 我說這樣子修 可以嗎 他說可以 我才離開 我說你叔叔說可以啊 他說不行 一定要照他的意思 好就照他的意思去做 又來跟師父抱怨說 我們亂搞亂來 然後呢 一次次又去把他弄 弄了四次 把他的庭園都全部弄得比以前 都更好更漂亮了 他滿意啦 結果這一棵 這一棵樹的前生 那一棵種下去 就是活不了 無論怎麼照顧都是 一半都開始枯萎 一半都開始爛掉 後來我們張士基跟徐 徐毅欣同學 他們的夫妻 他們有一天來說 我家有一棵樹 他當然不是說要種這裡啦 我有棵樹 要送給我們玉京大學 很熱誠的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我就請人去斷根 然後就準備要把他挖回來 他們非常客氣的 然後一直對我們的工 這個師父都是非常好 然後呢斷根完了以後 兩三個月以後要挖回來的時候 吊車什麼全部都是他出 然後他也跟到我們的現場來 很牽承的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棵要死的家東就挖開 換這一棵下去 結果真的 主人很用心很喜悅的奉獻 然後這一棵呢 本來這個只有枝條 現在你看葉子那麼繁茂 所以這一個樹也有靈 樹真的是有靈 你會用很謙虛的心 用很高興的心來奉獻 就是這樣子欣欣向榮 而且他們今天也要畢業了吧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那麼以上呢 那麼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接著我們恭請 維新聖教學院 維新聖教應用易經研究所所長 元通法師致詞 我們今天的老祖師尊還有祖火菩薩 然後我們最尖愛的師父 師母 還有我們所有的董事 布施 功德主們 還有我們一京大學所有的助詞 法師 講師 還有維新聖教學院所有的師長們 還有同學們 還有今天所有的麗麟的嘉賓 好朋友們 大家好 有個小學生他不喜歡讀書 他覺得讀書很辛苦 所以他寫了一篇作文 他的作文題目叫做我的書包 他說我的書包很沉很重 我的書包裝滿了父母親的期待 我的書包也裝滿了師長們的尊尊教誨 可是我的書包 卻裝不下我喜歡打球的嗜好 我的書包也裝不下我想要玩一會兒的小小心願 我的書包裝得那麼滿 裝得那麼多 他說難道書包你的肚子不會痛嗎 所以老師看完了這篇作文 老師也很心疼這個學生 他也知道做個學生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他也回了這麼一段話 他跟這位學生說同學們啊 噴泉之所以美麗 是因為噴泉它有壓力 它才能夠噴得高 噴得遠 噴得美 那瀑布之所以壯觀 是因為瀑布它沒有推路 瀑布只能勇往直前 所以他才能夠氣勢磅礡 創造一個壯觀美麗的瀑布 而潛水之所以能穿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日日不斷的堅持跟努力 所以潛水才能夠穿實 所以各位同學們 或許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 你會碰到很多的艱辛 很多的逆境 可是這些逆境 就是我們未來成功的基石 或許我們未來的幸福 就是創在我們現在努力奮鬥 然後埋下未來的伏筆 所以各位同學 我知道你們這兩三年求學的過程 有點艱辛 有點累 尤其是寫入文的時候 可是不要氣餒 因為你們努力認真讀書的樣子 真的很美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讀書是一個目的 為了未來優秀的自己 創造一條光明之路 這是我們讀書的目的啊 對不對 所以各位同學 恭喜你們 今天是你們的畢業典禮 也是你們人生光明的時刻 在這邊祝福你們 也為自己在這裡掌聲一下吧 恭喜你們畢業了 那所有的成功的背後 一經是一個宇宙的大條河 我當然知道同學們的努力以外 其實要感恩很多很多的人 尤其我們要感恩我們的師父 他的大智慧 他的大悲願 他的大願力 創立了維新聖教 還有創立了維新聖教學院 五千年來的第一所 維新聖教應用一經研究所 我們今天才能夠參加這場畢業典禮 所以我們要首先給師父一個熱烈的掌聲 師父謝謝你 謝謝師父 那我們要感恩我們的師母 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 都一個很好的推手 師母他把家庭照顧好 讓師父能夠無怨無悔 沒有後顧之憂 才能夠全力烘滑立身 所以我們給師母一個掌聲 謝謝師母 謝謝 我們也謝謝所有的董事 他們的大慈大悲 不但是事業有所成就 還懂得奉獻布施 才能夠這麼美好的笑容 所以謝謝所有董事跟布施的功德主們 謝謝你們 謝謝董事 我們也謝謝在座 所有一經大學的主持法師講師 如果沒有你們引領 我們這些同學進入了初級班 接觸了一經的引領他們入門 也沒有他們能夠升級到 那個政旗班 事務的政旗班 更沒有辦法 今天來讀我們的 這個維新聖教研究所 所以我們謝謝所有在場的 助詞 法師講師們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也謝謝 所有我們維新聖教學院的師長們 你們的傾行相授 才能夠成就今天所有同學的畢業 謝謝所有的師長們 謝謝 也謝謝在場所有親朋好友的鼓勵支持 我們今天的所有同學 才能夠很幸福快樂的球鞋 跟參加今天的畢業典禮 謝謝所有的親朋好友們 謝謝你們 師父跟我們開示過 他有一句話 他說很像是紀公師父跟師父講的 他說 不悟猶如夜得燈 無窗暗示得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時度此生 所以今天你們畢業了 師父很慈悲 他送了我們三顆幸福光明的種子 畢經 風水 還有宗教 畢業是一個階段 畢業了以後 我們接著要繼續把它發揚光大 把這畢經 風水 宗教 這三顆幸福光明的種子 繼續讓它更加光明 所以師父要我們學習 天上的星星 月亮 太陽 記得光跟光之間 永遠不會打架 光跟光之間只有互相回應 更加光明 這才是真正的異經 這樣好不好 好 最後我記得開學的時候 第一堂課 我有跟大家講過 花蓮回應谷的故事 回應谷在花蓮有 那其實不只花蓮有 異經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異經 所以人跟人之間 就是一個最好的回應谷 每一個人都希望我們受到別人的尊重 我們每一個人都喜歡別人尊重我們 愛我們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先對別人說出我愛你 那怎麼會得到別人的愛呢 所以各位同學記得 要做一個有溫度 有溫暖 充滿熱情喜悅 向上光明的人生 把你心中那一盞明燈 繼續溫暖自己 光明自己 也繼續去溫暖 所有跟你的有緣人 我相信你們的未來 是幸福跟光明的 我是維新生教應用研究所的所長 我叫元通 歡迎大家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地理我們五千年來 第一次的畢業典禮 我愛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師傅 我愛你 謝謝 撥碎儀式及頒發學位證書 請畢業同學依序上台 進行撥碎儀式 謝謝 謝謝 請進行撥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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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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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第一届毕业生代表吴孟琛同学上台致谢词 敬爱的创教宗主上魂夏元禅师 敬爱的师母 各位在座的董事 校长 副校长 第一届原生所长 原同所长 处长 以及各位在座的师长 医金大学 助持法师 讲师 以及各位亲友嘉宾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五千年来第一所应用艺经研究所 维新圣教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代表吴孟琛 欢迎大家今天立临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今天是我们求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人生旅途上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们能走到今天实在有许多需要感谢的人 感谢师父创建了一个维新净土 今天没有师父混原禅师创办维新圣教学院 今天也没有我们能够有在此学习的机会 感谢师父毫不保留地传授了易经 风水 宗教的妙法 让我们得以理解易经的智慧 风水的原则 宗教的真谛 这些知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心灵 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安定 以及和平 在此还要感谢董事会对我们的赞助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此学习 因为董事会的赞助成为我们学习旅程中一个重要的支柱 让我们有一个优质的环境可以做好的学习 教育是培养未来重要的基石 而董事会的资源使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跟空间 以及丰富多元的课程 再次感谢董事会给我们的资源赞助 我们会努力将我们所学的回馈以及帮助社会 谢谢各位的在座董事 谢谢董事会 今天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 代表所有第一届毕业生发表感言 首先我要感谢师父混原禅师 以及维新圣教的妙法 我本身患有红斑性囊仓 因为疾病的关系 我经常地进出医院 那么我在历经许多次的病况危机的时候 都是借由易经的智慧 帮助我找到了方向 以及解决之道 所以我今天才有健康的身体 在这边做学习 回首过去的两年 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 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 还有欢笑 每一堂课 每一次的学习 都是我们成长的重要一环 还记得风水学校外教学的课程 实地学习的经验 这是我们从课本 走出室外的实地学习课程 可以让我们更加地理解 地理的堪语原则 以及应用 易经应用的课程 让我们深入了了解 易经的意涵 精神 以及易经的哲学观念 以及它的变化 维新圣教法卖的课程 让我们深入地了解 维新圣教的核心思想 教义 以及它的发展 还有非常多 丰富又多元的课程 都让我们获益良多 我相信 这两年 大家都成长得非常多 也收获满满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师长 你们就像卫星导航一样 给我们许多指引的方向 感谢各位师长 无私的教导 悉心的关怀 不辞辛劳地一直指导我们 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终结 相反 这是我们新的开始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顺息万变的时代 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才能适应快速变迁的环境 持续学习 是我们将来必修的课程 硕士毕业 不是代表着结束 而是我们新的另一个学习的开始 我们即将展开新的人生旅途 迎向新的人生篇章 在此祝福大家 毕业快乐 前程四景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我是第一届毕业生代表吴孟真 我爱你们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场 请本校第一届及第二届毕业生 现场感恩的心 现场无限的感激 全体毕业生请上台就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参加 毕业典礼 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那当然首先我们要感恩我们最敬爱的师傅 没有你倡立维新圣教学院 就不会有今天的毕业典礼 所以我们要感谢师傅 师傅谢谢您 那第二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师母 无怨无悔的把师傅奉献出来 并且把家庭照顾好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维新圣教好好地学习 要感谢师母的伟大 感谢师母 谢谢师母 那同时我要感谢所有嘉宾在场的丽临 除了感谢师傅师母之外呢 我们也要感谢董事们的慈悲布施 那我们还让我们可以在这边读书 然后也要感谢所有法师 讲师师长们的尊尊教诲 然后感谢所有今天丽临现场的朋友们 还有所有我最喜欢的同学们 我爱你们 爱你哦 那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唱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发现领域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最后最后 我要谢谢大家 周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然后我要再一次对师傅 师母 董事们 师长们 贵宾们 所有的好朋友们 我们大家爱你们 爱 公请维新圣教 创教宗主 上滚下缘禅师 慈悲勉励即开示 公请开示 各位同学 各位闲事同学们 我很感动 说不出话来 我来到世间82年 我的梦想 就是将中华文化道同 五千年 五千年的文化 在这一生 把他走一趟很漂亮的路 带着大家 一起向前行 今天你们 要依照学校老师 教你们的 传给你们的 将老祖师尊所传的心法 要多多运用 用在社会任何一个角落 这样 我就心满意足了 最近 我有国小的同学 见到我 他说 某某某啊 我们来开个同学会好不好 我说同学会到现在还活着 没有几位 以前 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人会老 时机应该要把握 不要空过 所以你们毕业了 有时间 就回来 汉心同学 大家切磋 讨论 我们图书馆 有很多书户 老祖所传的道 法 都在人这里 可以去找出来 老祖一再开释 经不起实践的法 不能用 要经得起实践的法 才能用 所以我 走了这么多年 都有正道了 正道了我就讲出来 传给 各位同学同修 所以 历人 历天 历众生的妙华 绝对不要走偏 你们有其他法文的法 你们可以了解 但是 你们要经过 一段时间来观察 对众生有没有益处 对众生没有益处 带着众生 一直向 这个向道 走到 没有人的地方 到最后 掉进去 你也回不头来 回不来 这个我们不能带众生 带 以后你们的学生 去走歪路 社会上的江湖数数一大堆 我们 所修所学的 是正同 正法 这个是 上 让所有 众生 都能够得到 心安 的法文 易经 风水 和宗教 这三宝 融会 唯一 是一个 简单 的法文 所以 希望 各位 同学 走出去 走出校文 回到 自己的家 自己的工作岗位 你们 还是要将 在这里 学习 两年 三年的 时空 的音源 妙法 传给 你身边的人 这样 你就是 待天 寻守 这是你们的功德 你们 来这里学 开始以为 师父 讲的道 很简单 很浅 告诉各位 深 深的不得了 浅 浅的 你也 没有办法 跳进去 这个都是 道 维新圣教 的道 的尊所呀 你们不要 辜负了 我们这么多的 教授 法师 和校长 副校长 以及 所有的 基金会 董事 以及 学校 的 董事 对你们的 期待 我只有 祝福 再祝福 再祝福 各位 大家 平安 顺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